大家好 我是妮妮三十八 現在二十八 夏凱君 哇 要叫妮妮三十八 現在二十八 妮妮啦 我的好見話 準嗎 準準準 哇 你穿這樣齁 七個穿這樣就對了 對喔 我要籌現我的祖先 因為他們很少看到這麼性感的啦 不過當年夏凱君在香港也是刺叉風雲 你在香港也有發展過一段時間 認識很多香港藝人 對對對 所以今天晚上我們製作組 也特別特別有了一個小小的驚喜要給你了 給我 香港的朋友有一個視頻喊話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好啊 嗨 大家好 新加坡的朋友大家好 香港演員鄭家生 很開心在這裡 勵聲歌台的直播show 為我好朋友 夏凱君加持 並祝夏凱君慈善MV奔跑法 善制成功 恭喜恭喜 加油 哇 哇 這個好像是謀術指導 對 非常非常謝謝 我的好朋友 老朋友 香港 雜家權代表 也是香港 影視武打巨星 鄭家生 鄭家生 能夠救人 追一下追一下啦 他們是武術指導 他是OK 非常感恩 這一次更加要說的是 非常的讚 非常的讚 我們的陳志偉先生 他在短短的幾年 就把歌台 新加坡的特場 歌台文化發展到 風聲隨起 說得真好 是是 他一個人風聲隨起 沒有 他的拼搏精神是值得我們 跟他學習的 學習的 而且呢 再加上今天晚上我的加持 我通過5G告訴了很多 香港的明星 5G 導演 片山 叫他們進這個節目來捧場 是 所以啊 佩芬你最有機會的 Yeah 香港的朋友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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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來就死了 來 我來了 怎麼講 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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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發揮你們的才華 說不定啊 你們就會被導演 沛山給看中 就是成為明日之星 好棒啊 大哥大哥 見面一下 見面一下 怎麼樣 他比我們更會說 還是要怎樣 下來下半場就他主持 OK 你可以主持下半場嗎 沒有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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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上廁所是嗎 我一副要上廁所的 要大大的樣嗎 下姐真的是 名副虛傳耶 他比我們多經驗耶 當然啦 他五十多年在演藝圈 沒有 哎呀 你還認識很多導演的 羅維 羅維是我的恩師 我跟你講 陳建斌 我從小啊 就看你的黑白電視長大 你主持節目 那時候 沒有啦 黑白是你的年代 我是黑黑 你跟陳明立的時候 那個時候 陳明立 陳明立 武功武功 有有有 主持的時候 然後呢 我很崇拜他的 那麼他呢 是我的偶像 是我的偶像喔 他呢 就是當年的不倒翁 現在還是不倒翁 我長大了 他還是不倒翁 哇 你長大了 我當然長大了 剛剛喔 好可愛 不只你長大 你胸前的花也長大了 在你的愛的灌溉之下 開花了 什麼時候結果 在等著結果 我們陳建兵啊 我跟他不打不相識 蛤 你有看不起他過 沒有 我們有打過 哎呦 Stally了 2010年 我記得喔 黃金年華裡面 是最早主持好幾集的那個 裁判老師 結果有人眼紅 去跟他打毒針 然後他呢 就打給 用他的勢力 打給幾家的報館 跟著三天三夜的頭版新聞 說我講他 老牛刺論草 而且還要我啊 到四馬路 光陰廟去下跪 去認錯 有沒有 我 我沒有這樣吧 你是我的前輩 有 你說懺悔 沒有啦 報紙登了 你記錯啦 是楊志強 我的報紙 亂講 還是美國皇 亂講 我告訴你 黃沙 沒有 我報紙有留著 真的有留著 有做證據的 我們真的有記者 在線上看耶 姐姐 當然啦 今天我要報仇 因為呢 你看我夏凱軍 這麼多年來 我也沒有什麼緋聞 什麼什麼牛刺牛刺 有沒有 有沒有 差不多要來了 所以 所以 今天我一定要說出來 我心裡才舒服 舒服了 舒服 舒服了 我能夠讓你舒服 我也是功德無量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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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 你又快黃腔了 哪有黃腔啊 說出來就舒服了嗎 對啊讓你很舒服耶 你今天沒有說出來 就不舒服對不對 對 你說出來啦 舒服了啦 舒服了 舒服了 全身啦 舒服了 對啊全身對不對 對 功德無量 來給健兵大哥一個呢 最佳的掌聲 我能夠讓他全身都舒服 你看 厲害啊 OK 還有兩首歌沒有唱啊 你不要舒服到不會唱 給妹妹給一點點水給我啦 我的水在 在我的包包那邊 一舒服就口渴了 沒有啦 這個水一定要用健兵哥來服務一下 來 健兵哥你今天就是贖罪之類 這個 口渴這個叫 中醫叫蕭可症 他會服務你的姐 不用啦 他有一支嗎 不用 他自己的骨 那我自己來啦 好來 謝謝謝謝 然後呢 藉著呢 我 第二首歌不要一直講他 等一下 不要一直講 不要講你啦 道交語記 其實也沒什麼 還有一點喔 他就封殺我 因為他是黃金年華的不倒翁 封殺我啊 這麼多年啊 厲害 這樣怎麼辦 今天來算小的咧 我有這個權力 當然有了 對對對 總裁是我乾媽 哎呀黃金年華的不倒翁 對啊 跳進黃河都洗不清了 總裁是我乾媽 好啦好啦 那我們會叫健兵大哥再去開會啦 但是如果去黃金年華就要穿多一點喔 姐姐 對 褲子太短喔 太短喔 這個太短 我可以這樣 超過那個年齡 不可以穿太短 我都跟你說了 我今天要唱的那個歌曲啊 跟我的服裝有關係 待會我要講 因為我要為一個人唱 現在 現在保密密 不要講 我呢 唱了一首很激烈的歌曲 是是是 跟他超緊張 昨晚都沒睡 現在我呢 又更加緊張 因為呢 我是中秋囊 憲兵 我希望啊 將來 我唱這首歌 我就有機會到 香港的紅館開演唱會 有有有 我跟三人一起開 拼盤拼盤 你有枕頭嗎 跌高一點喔 今晚跌高一點 你不要 你不要這樣子 可能有一天姐姐去參加什麼達人秀有沒有 你會 姐姐乘風破亮 姐姐歸來 就捲土重來 你們兩個站在一起 我就想到一首歌了 姐姐妹妹站起來 四個大人七個傻 八個呆 姐姐搖 哪一個人人愛 姐妹們跳出來 就算甜言蜜語把她撇過來 好好愛不再讓她離開 嗨嗨嗨嗨嗨 這個桃子真的很厲害 這首歌真的很安靜 我唱到這樣 這樣慘 你跟我講桃子很厲害 沒有講我也很厲害 你不用說嘛 我剛才都說了 你啊 我們導演他們就會注意 你穿得這麼漂亮又這麼能幹 誰不知道立心的公主 你遲早會去香港 如果真的沒有去啊 也會去後港 後港 你自己才去勝港 姐姐第二首 帶來情緒緩一緩慢一點 我唱比較抒情一點 我都說了 我要去香港開演唱會 是是 沒有啦 我要我的香港朋友 給我指教 我丟酒囊 因為鄭佳森是丟酒囊 我丟酒囊要唱廣東歌 而且還是第一次耶 處女唱耶 對對對 我知道 不管你什麼女啦 你等一下唱完齁 你最好去剪頭髮齁 這個是裝飾啦 在Christmas的時候 那個奶奶繼續用一下 我是用心良苦 為了陳志偉啊 陳志偉 我要上來激動啦 真的 為了她喔 所以我要很用心的去打扮自己 對啊 人家說百點錢 人家三天要唱什麼 志偉啊 一般這樣 那樣的形 是為了妳 為了妳啊 沒有 為了她的節目 講好好 人家的太太 唱歌又棒 又漂亮 上海最美的 美女就被她搶去了 不過她太太有剪頭髮了 妳沒有 造型不一聽啊 陳建兵 妳這活得不太煩了 是不是 我們開玩笑她是懂的 沒關係 沒關係 她知道的 我剛才已經跟她說了 我等一會兒 把妳的蒼巴給揭出來 妳不要生氣 她一來就看到我有蒼巴了 給她搶起來 我們要帶來這首呢 我那一字她都知道我 帶來這首要有深度的歌曲 因為她沒有拉拉力 唉唷 好 唱歌 好 唱歌啦 幾度花落石 幾度花落石 一起來欣賞 謝謝 花落在這裡 花 花 好 看她什麼時候落下 太陽花 我不要脫衣服妳放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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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小姐 家的 小姐 生氣 我叫妳 紅葉 小姐 小姐 生氣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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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她 小姐 小姐 遥望花落 花在海 花离 何知他所作 遥夢再留我 每次等到 遥夢再等幾度 遥夢 情人究竟在哪方 刺身膨脹 我不知他去向 見偏感對我疾望 夜路夢難自拍 雖然無情 夢難將春入眠 遥夢花落 花在海 花离 何知他所作 遥夢再留我 每次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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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久 早晨 少中人唱廣東歌 多麼不簡單 其實呢 這個米出場 那個 Viewers 越來越多 就是观众 本来我们八千多嘛 然后你两首歌之后 冲变九千多了 扣谢夏节 什么我压力很大 昨天他们的什么马拉松的 的人数九十位 几十万 今天有你我们上了 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